大陆国防部长董军上任后首次参加香山论坛 开幕前与各国代表寒暄 今年美国国防部派出副助理部长蔡思率领代表团 层级比去年高 董军致辞时用词温和 虽没指名道姓还是听得出话中有话 都有正当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神圣而不可侵犯 要正视历史和事实 不干涉他国内政 不侵犯他国的权益 相当去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直接点名台湾问题态度强硬 董军讲稿相当含蓄 倒是大陆的好哥们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炮火猛烈 批评美国挑起台湾周边紧张情势 说美国也是说一套做一套 一方面说这个政策没变 另一方面在跟台湾发展实情的关系 对台受不断的升级 相较学者在不同分组讨论中 唇枪舌战 会场外又是不一样的风情 香山论坛的徽章成为抢手货 发放处大排长龙 期待一下会不会跟大家都一样 有什么一样 包容 所以也是一样包容 有没有觉得很难拿得到这个珍贵 是的 每一届都有不同风格的徽章 因为不知道图样只能开盲盒 让严肃的论坛多了一点轻松气氛 北京香山论坛强调是交流的平台 毕竟是大陆的主场活动 似乎就是想要和西方主导的三格里拉对话 有分庭抗礼的较劲意味 以上是东京新闻记者 沈山峰 刘一勤 我们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